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小县城现在经济啊 老有人说小县城怎么怎么样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我在我们小县城的 比较中心的一块地方 来给大家看这一排排 全是关门的 这是在小县城的中心这一块 全部是转让出租关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对面 对面也是青衣色的一排排 关门的 倒闭的 转租的 现在经济已经拉胯了不行了 尤其是我们这种小县城更拉胯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百业萧条 不仅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全国各地都是一样 大量工厂 企业实体店关门倒闭 昔日繁华的商场 商业街市中心也冷冷清清 民众生活处境艰难 一片哀嚎 有民众哀叹 经济好似快速退回到九十年代 就很多人看着就可能想着说 很多人一提到小县城就想着说 小县城还有机会 是吧 大城市的东西移到小县城 还行 但是事实证明是 如今这个经济趋势之下 是吧 所有地方的人都是无尽口袋 所以这些开始体验的基本上都倒了 这位博主说 现在我认为就是 不管是从思想还是务事方面 其实小县城跟一县城市等大城市的人的差距 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互联网的发达 把大城市跟小城市人之间的差距 拉得很小了 现在有的呢 可能就仅仅只是说一个最基础的消费水平 可能跟大城市有这一点差距了吧 从别的信息 什么来说的话 小城市跟大城市是一模一样 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 我现在大概从小县城走了一圈 就像这种精品水火店 真的看到了不下三十来家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我身后这个密血冰城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四十多 是吧 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 大量的网民视频显示 现在几乎中国各个城市都呈现大萧条景象 很多门店关门倒闭 街上没人 失业潮遍地 令人可笑的是 当局开始雇人逛街 充人数活跃气氛 网友表示 今天的工作是逛街 充人数活跃气氛 位置在郑州东站附近商业街 郑州做兼职的一天 今天的工作是逛街充人数活跃气氛 位置在郑州东站附近商业街 工作时间是2点到6点 工资6时金币 下午1点半准时 在指定地点集合签到 到了之后 开始进行工作前的培训 了解今天的任务内容 以及注意事项 2点正式开始工作 我们要做的就是逛街 回约一下气氛 虽然寒雷 但是想到这60块钱的报酬 还是坚持了下来 6点工作结束下班下班 一位郑州网民发视频表示 看看郑州的经济有多差 曾经繁华的街道 街边门面房全空着 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 勒紧裤腰带生活吧 我们正在经历我们这一代人 从未曾经历过了 经济大萧条 你看这一排排蒙面房 全部空着 人间无力 老街道 一起呢开始下雨了 铁银街和康复街交叉口的一代 太吓人了 这里是江苏素签示 网友感叹市场一片萧条 家家关门上锁 实体生意难啊 上海一市民嘲讽地表示 长假后 全国各地捷报频传 股市暴涨 旅客量超过口罩前 消费场所也是各地欣欣向荣 视频是十一长假时拍的 这是在魔都上海的外滩员 这里是放假吗 居然能成功避开所有人 从虎丘路进入 这么萧条 咖啡店也没有人 早前这里很多人的 新闻中的繁荣 和现实中的萧条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就像刀狼歌里唱的一样 他们生活在平行的时空里 所有的数据上涨 估计只有暴涨的蔬菜价格 你是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 你说这个景气到底有多差 这一条街呢 是以前我们金沙州 最旺的街 餐厅餐厅倒闭了 KTVKTV倒闭了 一间植株 两间植株 三间植株 梅村最火的商业街 说曾经是一铺难求的 也不知道 啥原因 现在都已经产成这样了吗 这是九月底里 河南县城 现在是11点44 这边的店铺 几乎都是拐面储逐状态 这是我的店 这个时间段 是上人最多的一个时间段 店里空到那里 没有人 我睡过 摆得整整齐齐的 等着谷歌上门 谷歌 就是没有人 我感觉呢 我的菜也卖了也不贵啊 人再忙 也得吃饭的 那那人 现在人 他们都不煮饭了吗 这么大的商场 人去楼空 空空荡荡 这里之前可是很繁华的 这么大的电影院 两个人包场 街上也是空无一人 这实体经济究竟是怎么了 有店铺老板调侃表示 我们这两天 所有的老板都做一块 老板老板娘们 做一块在分析 就是说 今年这个行情 到底是什么原因 分析了三天三夜 也没分出来 到底是因为啥 有个老板说 一天看两个客户 三个客户 你问他来干啥 他说 我客户说 我不是来拿货的 我来换货 你看气不气人 就是一天看几个客户 他也不来拿货 他是来换货的 你看就这个行情怎么办 深圳实体店老板赵先生说 我也了解到很多同行 以及其他行业 我很多客户 都是做生意的 老生意人 今年都不行 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干嘛的都不行 所以如果 正在想要做生意 停下来 真的别做了 直接躺平 现在这种社会 你想挣个一万块钱回来 踹口袋很难 但是你想花一万块 钱出去 那很快很快 不要创业 真的血泪呀 来大家看一下 现在的行业真不好做 这是白马服装大厦 哎呀 了无人机呀 真的是 以前这里全堆的货 快下班了 这个地方 以前全部堆的货 真意简直太差了 差到都不想说话 我就郁闷了 为什么这么差呢 是现在的人 多不出来啦 本以为 广州的市场 被狗舔了还干净 到了韩州才发现 全国各地都一样 阿底楼一夜之间关门了 就在我公司隔壁 所以同行的我 其实心里还是满满过的 阿底楼他每一个店长 都有1000万的创业资金 如果在这1000万当中 他们亏损完了 那这个店就要去B店了 所以我非常清楚 他们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就算是传的B店 他们依然还在监守他们的服务 依然有小妹妹在门口 做一些赔你道歉 然后告诉他们的B店了 中国经济恶化 地方负债累累 公务人员普遍被降薪欠薪 福利待遇都没了 大陆民众表示 现在很多人被迫躺平 基本消费也大大萎缩了 沈阳民众周先生表示 现在不管从企业老板 到中层领导 底层员工 再到饭馆老板 都是大萧条时期 没有一个好过 各种企业都在裁员 我有四个朋友 都面临过裁员了 我们现在就是狗活 还要做好躺平的心态 福建厦门市民李先生表示 现在有的地方公交车 都发不下来工资 公交车都停运了 厦门的公交车没有停运 但是出租车停运了很多 比之前停运了很多很多 现在为了节省成本 大家一般都买电单车骑 自己骑车还方便一点 目前曾经是经济发达的 整个江浙湖地区 大量工厂撤离或倒闭 呈现衰败景象 那无锡好像真的是有点落寞了 你知道吗 就之前那个春潮啊 访前还有牛潭啊 巴士梅村都很热了 你出去逛个街都人山人海 那梅妮古镇那时候都老几 现在呢 就连最热闹的周末 路边上的人都是寥寥无几啊 最开始我还以为是 这两年行情不好嘛 大家都不愿意出来消费 但结合这两年 无锡要人的场 我发现真的是走的走 少的少 关的关 做办公室的可能你还感觉不到 做普工的兄弟们应该很明显吧 不过除了无锡 其实整个江浙湖 都是在这个刷流的一个情况啊 可能看了GDP 但是发现还是这边发展的快啊 可为啥就是看不上人 也没有人们人消费 更没有什么厂 再大量的要普工呢 你看这条街道 还是工业区的主干道了 现在已经上午11点了 人也没有几个 如果是网上的话 早就在水买龙 再装些货了 本来经酒饮食嘛 加班都加到冒烟 现在9月份的 看一下有事情做都已经很好了 现在别想赚钱了 养活工人要紧 各位老板 如果有单的话 发过来给我报一下啊 目前中国经济呈现大萧条景象 房市行情持续跌落 民众减少消费 日前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第三季度 GDP同比增长了4.6% 已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 但中共公布的经济数据的真实性 一直受外界质疑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 吴嘉龙表示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 就是像房地产问题 就业问题 债务危机 内需不足 对外倾销 地方财政危机 银行危机 这些算是多重危机 同时存在 非常不好应对 现在中共高层 包括习近平自己在内 对于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前景 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他们所作所为 主要就是要保党保政权 所以是在应对政权危机 又是陈牌的 便便倒闭关门 陈牌的不是一家两家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这么安静 真的是一根针掉的地板上 整条街都要听到了 你们看下午四点半 那里应该 看看不应该有 小条 这从九九这边开始 你们看这该赏是小水下的 人都没得 哎呀 到学了 用会超市要倒闭了 白的 你看这用会超市倒闭好几个了 我昨天的营业额 从十月一到现在 这营业额 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我这个店准备撤租了 准备撤掉了 我就交了半年的房租 现在到十月份 就要交下半年的房租 我真看不到希望 我不想再继续了 本来 我之前我还在那里想 反正十一过完了 我再决定 但是我看看现在这个样子 我背部我都不敢去背 我还是趁早收手 要把自己口袋两块钱往外面贴 一个是要进货 还有一个就是要交房租 开店的时候 你真的是自己是勇士 胆量特别大 现在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真的是 自己都觉得自己卑微的可怜 面对顾客也是非常的卑微 可能是声音太差 接下来你本身就没这个人 然后毫不容易来一个 你就希望能留住他 你给一个实在价格给他 但是往往这样可能适得西方 人家根本就不买账 好难啊 中国的专家脸皮比那个陈钱的厚 有个知名的节目主持人 姓白还是姓黑 我忘了 说怎么刺激老百姓消费 怎么解决让老百姓有钱不敢花的问题 这个想意见 网友都眼睛是血练的 说你核心的解决收入问题 这几天怎么是消费问题呢 如今整个中国大陆各地曾经的虚假繁荣 如今一片败相 福建厦门市民李先生表示 现在包括整个沿海城市 原来经济最靠前的城市 最近几年包括自己开店的 包括自己开工厂的 包括开旅行社的 包括开娱乐场所的 大部分都倒了 比如开实体工厂的 有的放假几天 老板那个机器都卖了 工人来上班 你没地方上班了 老板也负债 也没有生意 有的甚至工资都要结不起的 大陆民众认为 现在民众手里没钱 都不消费 导致大量实体店都倒闭 广东东莞民众王贤表示 现在一般的开商店的 做五金的 开小超市的都在倒闭 现在看开理发店的 人家没钱了 难得有的理发 都不到理发店里 你理个头 随便都要二三十块钱 人家有的都跑到路边 路边里个头十块钱 有广州直播主表示 最近几年 理发店也纷纷倒闭 身边很多人不去理发店了 我已经好几年 没去理发店里过发了 关键像我一样 不去理发店理发的人 越来越多了 像我身边的邻居 大部分也是叫他们 自己老婆剪发 老婆剪发店ped actual 十年 病火 囧桥